在过一个小时,俄罗斯世界杯巴金斯淘汰赛,将赢来第一场比赛的较量,是由乌拉圭对阵法国,随后巴西vs比利时,俄罗斯vs科罗地亚,瑞典vs英格兰等其他三场比赛。 都会陆续开打,而巴强淘汰赛踢完后,俄罗斯世界杯将迎来最后一周时间,结束后部分国家的联赛就重燃战火,也包括了中超联赛,不过,韩国K联赛却在本周末就要重燃战火,比亚洲其他国家联赛要早一周时间。 更巧合的是,韩国国家队是刚刚从俄罗斯飞回国内,其中效力于K联赛俱乐部的12名国脚,也正好休息几天时间,就返回各自俱乐部出战本周末的联赛。 7月7日是韩国足协给K联赛设定世界杯间歇期开打的时间点,比俄罗斯世界杯结束还早9天时间,而韩国国家队正好在6月28日小组出局,未能打进世界杯16强淘汰赛。 就在小组出局后的第三天,韩国全队正式撤出大本营,收拾行李飞回了国内,并于当天亮相媒体和球迷的见面会。 所以这时间上的吻合,也让很多球迷猜测,韩国足协是已经算好了韩国国家队只踢小组赛而已,不会打进世界杯16强淘汰赛而延迟回国。 由于韩国K联赛只有本国国角参加世界杯,而中朝联赛有巴西、比利时、葡萄牙和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队的国角,所以只能到世界杯结束后才重新开打联赛。